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VIDIA第二季的猜测不如预期 结果盘中美股盘后 就是昨天台股的盘中 一度重挫超过10% 可是NVIDIA昨天晚上一开盘开低 开了跌5点多% 开低开160 盘中拉到170几 涨了5 6%上来 等于说早盘卖到NVIDIA 卖到低点的人瞬间买不回来 直接瞬间急拉 所以我不是在节目里面讲过N遍 每次低点总要什么 要利空来测试 其实最近道琼从上个礼拜五 520到昨天总共5个交易日 道琼每股出现三次利空 那三次利空 每股都收藏下影线甚至是收红 所以我说这么多的利空 最近真的不缺利空 一天到晚都是利空 但是利空打不下去 其实就是一个空投的结束 你看昨天的大失业化 每股又来了 利空不跌 最近五个交易日出现三次利空不跌翻涨 对行情你还要看得这么保守吗 为了不让自己后悔 现在赶快行动吧 今天大板是不是大涨了 涨了快300点收最高 那成交量呢 成交量当然还差了一些 2190几差一点点 可是你看看 各位你还记得520那天吧 美股当天是重挫 盘中重挫 创下波段回挡的最低点 但是尾盘拉起来 虽然拉起来拉了不多啊 就是收盘还小涨小跌 可是呢下影线很长 我特别在礼拜一的节目 而且晚上大世界话也有说 来 这是我拿出来的资料 我在节目里面有提到礼拜一的时候 我看礼拜五 美股收盘距离低点的涨幅 上礼拜五收盘 到球上S&P500几乎没涨嘛 对不对 收盘涨0.03% S&P500涨0.01% 那纳斯达克还跌0.3 废半跌0.27 可是 他们的收盘距离低点 废半已经有4%了 纳斯达克快要3% 道球和S&P500都超过2%以上 本来是跌爆的 结果拉起来了 这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在低点重大利空 你还记得那礼拜天 礼拜天 还有礼拜一 媒体怎么说的 媒体说 哎呀 这个S&P500 周线连七黑 上礼拜五不收周线吗 连七黑 还创21年来最差 还记不记得 哎呀 几乎跌到那个 跌破什么 跌破20% 几乎要来到熊市 在礼拜五 很惊险的拉起来 很惊险的收脚 媒体是不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道琼更惨 道琼周线连八黑 创下将近百年以来 最差的记录 大家想百年以来 到底什么时候 1932年 这所谓的当时的美股 那个时候 那更可怕 我记得当天 我在节目里面说 其实30年代 40年代 还70年代 都曾经 道琼周线连七黑 连八黑 但是这一次 虽然连八黑 创了百年以来的记录 可是呢 跌幅没有前几次那么深 而且前几次 30年代 40年代 还70年代 那时候石油危机 通膨 好 那时候跌下去之后 至少也 短线上 也出现两成以上的反弹 所以大家不要看得这么空 对不对 我当天也这么说 那你看礼拜二 礼拜二又有什么利空 还记得吧 社群媒体平台 Snap 跌43% 嚇到嚇死了 所有脸书 那些社群 靠广告收益的 社群媒体平台 全部重挫 礼拜二 但是当天礼拜二 美股也收下影线 那昨天呢 昨天就是NVIDIA的利空 对不对 开低走高 所以 第一点是要靠什么 利空测试 那高点呢 各位如果 你来股市有一段时间 你应该知道 如何判断高点 利多不涨 想想去年的航运股 钢铁股 是不是一直都有利多 不断的有利多 利多不涨 就变成这样 大盘后来再创历史新高 航运股 钢铁股都没再创新高 记不记得 甚至两年前的生计股 对不对 是不是 天国一挥 还记得吧 好 那第一点要靠什么测试 第一点要靠利空来测试 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天天在讲 要靠利空来测试 真的 就看利空能把美股打到什么地方去 最近五天 三大利空美股下不去了 所以呢 这是我理 前天晚上大事业化 有没有 电子股 WD快完成了 警线都快过了 来 今天真的要转强了 电子股如果在警线站上去 就趋势改变了 快要完成 头肩底 也不是WD 头肩底 那加圈指数呢 来 最近这几天全部压在什么 20日均线之下 今天 是不是长红站上了 所以 如果前几天各位很悲观 也情有可原 那很正常 因为大盘毕竟回挡了三千点 在第一档利空一大堆 对不对 美股也是每天下得要死 哇 震荡那么厉害 可是呢 这个都是经验 所以 上个礼拜不是跟各位说吗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不是吗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看了我大实话 知道了吧 是不是机会来了 今天各位长红你才看到机会嘛 也没关系 都还来得及 你如果觉得说 今天好像才是 好像是买点 那也没问题啊 至少今天该去买吧 对不对 是不是整个趋势改变了 对不对 整个改变了 今天一根长红黑 涨了快三百点 所以 真的 第一点要靠利空来测 利空不跌 就是 空投的结束 那利多不涨呢 就是多投的结束 对不对 了解了吗 所以在股市 如果你在股市的时间够长 你就会了解 真的是这样 可是你想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你股市经验不够的话 其实很简单嘛 一档股票或一个趋势 当一路往上涨的时候 知道后面不好的人 会先跑 那散户知不知道 散户不知道啊 因为你看到过去的消息 哎呀 赚好多钱 利多 媒体不断的触涌 反正一直涨媒体一定暴利多 在涨的时候媒体不会暴利空 就像最近在跌的时候 媒体大概有多暴利空 都是这样子 因为他必须反映事实 那未来的事情 媒体也不知道 对不对 那知道的人 在高档会先出脱 例如说现在的低档 知道未来会好的人 会先进场 那一般投资人看到 都是坏消息 哎呀好惨 卖 甚至法恩也在追杀 对不对 法恩昨天把股王股后投信 乱追杀今天就谈起来 所以操作上 你一定要有一套你自己的方法 不要随着媒体消息起舞 记住我的话 低档是要靠利空来测试 那我们在我们的大世界的话 每天都会分享所谓的筹码表格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摄像科怎么找到 这里嘛 六天 摄像科 外头本比他已经第几名了 第二名了 十二天 已经第一名了 五月二十四号他还没涨 所以呢 五月二十五号我们进场 对不对 当天是不是现买现涨庭 我们等很久了嘛 因为这里嘛 他这里买了一堆 一突破我们就进场了嘛 好 对不对 所以当天是不是现买现涨庭 可是老师这两天他不强呢 我会跟各位分享 当天有没有 吉拉工厂庭 我们当天现买现涨庭 非常恭喜 昨天我是不是说拉回来 我会再进场 对不对 我们那天是买尊荣吗 我们今天继续买啊 买别组会员 我说拉回来红棒 抱歉 拉回来红棒一半 我们要进场 先拉回来啦 有没有 买了六四块多 卖 虽然 虽然 抱歉 虽然尾盘没有拉得很凶 但是我说 我怎么看 我就怎么说 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今天拉回来红棒一半 我们就进场 为什么 最近外资投信买爆了咧 外投本比 最近名列前茅 所以当然我们进场 那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都在我们大事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了 来 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NE 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怎么样看到大事业化呢 来 加入筹码大事LINE AT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记事本 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破了图画 我们的大事业化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筹码表格 还有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不能两点钟收看的话 当然就成为我们好的朋友 晚上七点钟 你就会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了 那这波最强的 当然我记得今天的盘前叮咛 还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 昨天美股反弹 那跌深的股票 跌深股和电子股有机会 那最近涨多的呢 例如说我们的车用 车用什么 车用零组件 哎呀老师 车用零组件今天不强 本来就是啊 大盘跌到这个地方 那车用零组件不是很强吗 像我们耿鼎涨了六成 涨了六成 大盘还在低档 好 那今天指数上来 这些涨多的股票 一定会缝比较大的卖压 因为大家想 哇这个涨多了嘛 先卖对不对 有的低档刚转强 大家跑去买低档 所以这个也很正常 那今天盘前也建议 最近很强的股票 找盘红你先不要追 等拉回的机会再进场 就像今天 我们买了 深港半导体 前两天很强啊 不涨停吗 这两天拉回 昨天反而还在买 那今天拉回又跌破 昨天反而的成本 前天投信才买第一天 我们现买现涨停的前天呢 投信才刚刚进去买 今天掉下来 又跌到投信成本之下 那不是早买点吗 所以我们今天又继续买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啊 那这波其实最强的领头羊 哪一档 耿鼎啊 我们买在这里的时候 大家都还不认为 也不知道 车用领主舰到底在涨什么 它到底是涨什么 会不会变主流啊 只有耿鼎一档在涨 后来呢 越来越多的个股和 争相 争相促勇 因为大家发现 车用领主舰除了大陆的 汽车下乡的利多政策之外 大陆汽车下乡都不知道 有一档股票 到今天为止 汽车下乡的利多 到现在11天 涨了11根停板 涨了快200% 到今天还在涨停板 连涨11根停板 所以 这些车用领主舰的个股 虽然今天震荡 只要它没有破线 没有出现平仓讯号 我们是续报的 那买到哪里 买到这天 买到这天盘下 各位看到了 刚看到了 买到盘下当天涨停 耕顶 当时 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 平台整理刚突破 你可能不相信 哎呀老师 十几块钱 对呀 才十几块钱 才12块多 就12块涨到21块 12块 12块涨到21块 所以 它的利多 当然它 它的第一季的获利 几乎跟去年相同了嘛 对不对 那当天我们是现买现涨停 对不对 现买现涨停 然后呢 中间的涨停板 不要看 我们看第四根 停板吧 5月19号第四根 已经获利35%了 对不对 来 35% 35% 5月20号 第五根 啊 第五根 获利50% 啊 50% 来 刚好50% 啊 来 礼拜一 第六根 第六根 涨停 获利多少 啊 六成 获利60% 来 获利64.7% 当然最近这点震荡啦 拉回来呢 还50几% 买在这里怕什么 不管它怎么震荡啦 我们都是获利啦 对不对 都是获利啦 而且大幅度获利 你可能很好奇 那这些 老师这些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很简单啊 我们系统有没有讯号 就透过系统的讯号 帮各位选出来 因为帮各位 透过量价筹码精算 用打分数的方式 帮各位找 其实有些时候啊 当大户第一次 刚刚点火的时候 法人也都还没注意到 对 像耿鼎 法人买的不多 新胜利呢 新胜利投信 最近才开始买 来 新胜利5月18号 投本笔第一名 对不对 5月18号在哪里 5月18号在这里 这里是5月19号 当天已经涨停了 我们系统在这里出现讯号 投信在这里买的 投信这里买的其实也蛮厉害的 为什么 他买进去隔天就涨停了 520这天他又涨停 对 这一天买的 5月19号他没买 520这天他又买 你看520 投本笔他又第一名 这里啊 有没有 5月18号这里 买进 投信 520在这里 投信再买 5月23他又涨停 投信买进去 连三根涨停 厉不厉害 所以你看我们的筹码表格 有没有用 刚刚有用啊 就是法人重压的比重 不是章数 所以这些操作的概念 我都在大世界化分享 虽然你看今天 最近的新生理 这天也蛮有趣的 5月24号 因为回党到这里来 盘中印的 回党的这么惨 对不对 有没有 从这里开高杀到这里来 哎呦 这天法人的平均成本在这里 那天外资大买 24号 有没有 买成这样子的 这根长黑外资大买 隔天就吃豆腐的时候啊 隔天买进去 盘中还涨停 还记不记得我分享过 记不记得 所以 为什么要看筹码表格 找机会切入 找出哪些股票 是法人重压的标的 那这些标的呢 可能 有一些 你不知道的讯息在后面 法人看未来 一般投资本就觉得 老师这个位置都好高 可是 只要未来更高 法人就对了 对不对 大户也是这么做的 大户看未来 投资人都看过去 来 那新生理要出吗 还没有平常情况 老师他连四黑 对不对 连四黑 没关系 脱离我们的成本就续爆 所以汽车 所谓的领主舰 还有东洋吧 你看我们软体 最厉害的是什么 这里都没讯号 如果你看技术指标 这里不知道交叉多少次 一下交叉 黃金交叉 一下死亡交叉 一下黄金交叉 一下死亡交叉 我们这里都没讯号 我们是用打分数的方式 真的出现攻击 95分 这里再出现讯号就好了 有没有 出现讯号就变标股 是不是 就很强啊 来我们看今天的吧 老师 对 涨多了股票 今天大盘大涨 今天都在休息 涨多了都在休息 你看你想 前段时间大盘在打底的时候 这里涨爆了 是不是 买到东阳都赚爆了 那今天可能看到 哎哟低档的有转 转强了 好吧 那把涨多了先处理掉 先卖掉 先获利了结 然后呢 把资金放到低档 但是 以超班手的观念来说 强者很强 这强势股没有破 破十字巨线 没有出现平仓讯号的时候 我们是续报的 是续报的 提维希也是 来 你要不要有这样的软体 你看提维希 这四五个月都没讯号 有没有讯号 你用技术指标去做的话 不知道做了几趟都赚不到钱 真正要买的都在这里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是不是 提维希 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他去年才赚0.62啊 去年才赚0.62啊 去年才赚0.62啊 今年第一季已经赚0.88了 今年第一季已经赚赚了 赚于去年一整年了 对不对 来 是不是 今天一样 今天也是 哎呦 一样小黑 没关系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要把系统抬回去 你可以买在这里 这里都不要买 这里再买就好 怎么做到了 这就是我说的 这是一个操盘手创造软体 好的软体 一定要帮各位买在什么 买在最观点 这就是我的操盘的逻辑 那各位 如果你没办法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很简单 来 而且你一定要做 订阅筹码大师YouTube官方频道 最新的市场资讯让各位战无不胜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点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进广告 下一阶段回来 欢迎再回到冲锋大师 上个就暖跟大家分享 就像我昨天在大事有话 跟大家分享的 美股最近五个交易日 碰到三次大利空的冲击 全部收藏下影线 甚至是收红 所以这个就是低档的特色 低档要靠利空来测 高档的结束 多头的结束 是因为利多不涨 空头的结束 是利空不跌 最近美国股市 最近五天有三天 很明显的有利空不跌的味道 所以今天的台股 今天感觉上普天同庆 指数大涨 可是可能本来大涨的股票 今天回档 其实我个人看法 刚刚有提到很正常 涨多了今天不涨 今天把资金在落后补涨 打底的股票 跌深的股票 涨多的股票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行情 因为涨多的股票 它是领先股 大盘还在底部的时候 他已经领先创新高 这叫做领先股 那刚跟各位分享 多头和空头的转折 这个提醒大家 来 投资人总是看到好消息才进场 看到坏消息才出场 那你有没有想过 消息总会有人先知道 对不对 所以筹码 才是永远的领先指标 很简单 你不用懂财务报表 也不用算筹码比重 你也不用学什么技术分析的 简单又能赚钱的法宝 是什么 致富赢家操盘系统 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 就像我说的 我们是用打分数的方式 不是指标交叉 指标交叉的软件 它就逊掉了 因为指标交叉就一个参数 对不对 一种指标 我们是综合什么 我们量价筹码 用打分数的 我们透过量价筹码 打分数 加全平均之后 选出来 全市场95分以上的资优生 然后起账点再去买 这就是我的操作理念 效率操作 我认为资金有时间价值 和机会成本 买在起账点才会更有效率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买在起账点 来 耿鼎 是不是 耿鼎 耿鼎 来 你错过耿鼎的 错过提威西的 对不对 这些股票最近很强 媒体都在报道 你看 耿鼎去年赚0.38 今年第一季赚0.35 对不对 刚刚各位看到了 提威西第一季已经赚去年了 好 那这一档股票 来 比耿鼎和提威西还便宜 去年已经赚1.13了 比他们赚得多 那今年第一季赚0.73 那股价才十几块钱 才十几块钱 前四月营收这十年新高 来 五年的大底快完成了 五年的大底月线快完成了 所以很简单 跟上赢家的脚步 这档股票还在等各位今天小涨 很简单 你的选择只有两个 如果你是可以看盘的投资人 你是专业投资人 每天在找标股的 很简单 把致富赢家觉得是想带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边 帮各位千挑万选 各位 如果你是不能看盘 不能盯盘的 及时讯息带到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致富专线 成为致富赢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